你在吃什麼? 我在咀嚼 沒有表情 望向遠方 我在咀嚼的 剛剛的歉意 你在吃什麼? 我剛剛問童童說 他想要吃蕃茄麵還是想要吃牛肉麵 他說要吃蕃茄麵 我說那我跟他一起吃好 我說那你幫我多吃一點 不然我沒有吃完爸爸一定會膩 他說那一定的啊 那一定的啊 孕婦 孕婦就是 時間段還是要吃一點 你可以吃少但是還是要吃 我們今天來吃這個 我們今天又來吃三張小福 不過算一算也好久沒吃三張小福 你再吃杯梨辣兩杯 一杯檸檬茶 然後一個飲料換成小菜 就可以吃到豆腐了 因為我們有兩個小菜 他每次都點這個組合 三張小福就是 你們十二點那個 去 那不是兩個湯青菜嗎 就是啊 就是中國信託領錢 Saven的中國信託 每次要吃之前就去領個錢 就會有這個組合菜 239 然後可以把 他有附兩杯飲料一個小菜 然後可以把一個飲料換成一個小菜 所以我們到時候會有兩個小菜 就是我們最常點的組合 然後要加多少錢 我覺得這樣是240 所以加五塊而已 飲料換小菜只要加五塊 等一下 等一下來再跟大家分享 哇 好美 然後我老婆她說下午4點的時候 她有吃 鬆餅 她們有曉得老師有去外面 去外面辦事回來 就老師有去買鬆餅回來 4點多吃了 所以現在幾點 7點 現在7點 8點了吧 7點 她現在還沒有很餓 所以 我們今天點的麵就沒有加大 本來是會加大 那我老婆跟童童吃就不加大了 那我就吃半斤麥肉麵 你一定要上補班 對 明天要補班 好愛怨的你 還好啦 禮拜六 不要冤枉我 冤枉你什麼 媽媽說的 說什麼 媽媽覺得她不要冤枉我 震動了 好我去拿 我們在這邊等 老闆要一個小碗 好 我要我一個 老闆現在回來 你有點遠 那你抱他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是比比耶 我真的覺得是美美 你是因為自己覺得 還是因為 爸爸跟你說你才見 不是因為自己覺得 你覺得是美美嗎 看到那個腳就知道了 為什麼 等一下在那裡講 好 因為你還沒想到 因為還沒長 因為不是還沒長 醫生說 醫生說 因為他太小了 還看不到 怎麼他才這麼大 他才這麼大 他才這麼大 你看得到他的小雞 我來一個 小雞 等一下 雞蛋豆腐我到第二趟 他剛剛很可愛 他給錯而已 他不是有賣雞翅嗎 他 把雞翅放我們上 他把雞翅放我們上 那是人家的 我跟他說 這樣子 你們比較虧 雞翅比較貴 雞翅49 小菜30而已 然後 飲料也還沒了 先拿飲料 沒有鮮飯 你要絞肉跟 那個番茄嗎 我先幫你夾起來 我先幫忙 好 那要幫忙辦 我拿要 有些時候 有些有有些沒有 就不能抱怨喔 好嗎 現在我在那一盤上 筷子夾 筷子夾嗎 你這個筷子夾 而且我筷子夾 戴上我的筷子之後 就感覺有一個 藍色餐盒 在我的面前一樣 好 雞蛋豆腐來了 然後先牛肉麵 他小朋友 牛肉麵一定要加的 就是他的 冠菜 冠菜 旁邊那個桌面不能用 我就拿冠菜 你要什麼 你要喝喔 夏天 夏天 夏天飲料才不可能 夏天 分享一下 這個組合 有在關注我們頻道的朋友 你們都知道 我們常常點這個組合 差別只是在說 麵有沒有加大 如果這個加大的話 就跟這個一樣大 很大 那是什麼這種其他 大陸妹 皮蛋豆腐 他皮蛋豆腐還不錯 他的皮蛋是給整顆的 有些店是只給夥伴 然後蓋在豆腐上 看起來像一顆 夏天小福這個部分 還蠻有良心的 這樣子兩百 四十四 我們最常 不知道要吃什麼時候 這個是最常點的一個組合 不知道別班的同學 又遇到了 又遇到了 今天一直遇到 別班的 你要先有蛋黃 先專心吃飯 吃完飯 再去打招呼 他們也有蛋黃 先專心吃吧 沒關係啊 我想要講一下 就是今天有 媽媽 粉絲觀眾朋友的媽媽 應該是媽媽 你看名字應該是媽媽 在問我們 說 討嫁的時候 那個 我們有怎麼安排 要不然就相愛相殺 他也很煩惱 然後我就說 這個事情我們也 傷腦筋一陣子 就是他問我們要 有什麼計劃 他也想要當一個參考 他跟他女人 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度過 漫長的這一個月 我是 我有留言回覆啦 我想說這邊也在說一下 用講的比較 可以講比較仔細 所以我們最後的結論 我跟我老婆 她有跟小朋友一起討論過 就是 我們 會爆 盡量每天都有一個 戶外的運動 她目前 有爆了足球 跟籃球 因為她是有陸上籃球體驗課嗎 沒有足球的 對 足球沒有體驗 足球就直接爆 因為足球你是喜歡這個東西的啊 直接就爆就好了 然後你也 因為足球總統也學了很久 學了兩年了 對 不用擔心她跟不上 或什麼的 就是不管老師揪什麼 可是我還是最前面子超車的 對 就不用四上也沒有關係啦 籃球你是 比較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 所以我帶你去試上一下 目前抱有 水球跟籃球 那一天我都會想說 就是讓她有兩個小時的 夏令營的運動的課程 那可能是上午或下午 然後 不管怎麼樣 就是反正就是沒有上課的那個 上午或下午 就是我們會想跟我老婆講說 我們就去買那種 國小學修班的那個 測驗券 或是皮褲 回來讓她一天做個一夜或兩夜 度音跟數學 一天各做一夜 就是先讓她有小學 就是先讓她有小學的作息 就跟幼稚園的作息做一個過渡就可以了 而且就是 建議啦 如果她要上小學的話 作息要調整 對啊 然後因為我們覺得 小男生你要讓她早點起床 就讓她早點睡啊 早點睡要怎樣去操她 對啊 我們想法是說 這個年紀的小朋友 覺得 還是讓她盡量多做一點戶外活動 就是 彼此做在那個靜態的活動 我們是覺得 盡量想要讓她多做一點戶外的活動 那小女生 如果喜歡什麼運動就去抱啊 然後如果沒有的話 我覺得 舞蹈那一類的都還不錯啊 然後 除了籃球跟足球是我已經抱的之外 我今天已經都講了 一個課程大概兩千塊 因為她一天只有兩小時嘛 然後一個禮拜大概兩千塊 我們是抱那個啦 其實這講出來現在也很好啦 我是抱那個 草原國民運動中心的 很便宜 跟一般外面比起來 也沒有到很啦 我講很 就跟一般外面的比起來 有稍微便宜一點 因為她畢竟是政府機構那邊 然後 我們還想 還沒抱的 還在 還在 找的 還在做比較的 就是游泳 想要讓童童去學游泳 游泳的部分還沒有找好 已經有找好 鎖定幾家了 但做最後的篩選 這幾天會去 在童童去釋放 試游看看 游泳 游泳的話也是 就是想說一次就是 一到兩個小時嘛 遊玩可以順便玩個水 夏天就這樣子 那這樣就有三個 三個室外的課程 還有禮拜 好好吃喔 蔬菜呢 吃了 不用 想說這樣再加游泳的話 就有三個運動類型的課程 然後再搭配 一個禮拜什麼 對啊 因為他們暑假 大半生 小一只有四個禮拜 這樣就三個禮拜 都有四個禮拜 然後這禮拜 加游泳 對 然後我們保留一個禮拜 我老婆可以請個假 最後一週可能會去 不見得 看要請哪一週 可以去 看要請哪一週 哪一天 有其中一週 就去加游泳一下 在他上小一之前 大概是這樣子啦 還有啦 還有一個是不用報名的 就是在暑假期間 我想要自己教他 把學會那個 拆掉輔助輪 騎腳踏車 大概也是 我覺得可能一兩天 就可以學會了 大概就這樣 那就 就搭配每天 寫靜態的那個試卷 或是在家裡面 畫畫啊 或是跟我討論做遊戲 或是 反正想說學了電子騎 我電子騎還沒買 因為一直找不到 最適當入手時機 618也沒有特價 我想說就不急 可能 想看111的時候 有沒有活動再買 這就不急 就1月11 因為11 是那個 一年一度的那個購物節 通常 平常不太會做特價 比較貴的東西 那個時候 也有很大的機會 會做特價 那個時候買就很麻煩 這樣不急啦 因為想說這樣子 就是 搭配他顯示鍵 這樣子 有靜態 有動態 就還OK 然後最後一周 你可能就不會排 不會排夏令營的活動 剛剛我講的那些 就是有的是夏令營的 他們把它叫做夏令營 然後最後一周 可能就是除了出去旅遊之外 那最後幾天就收信了 然後可能陪他去買 Q包啊 準備上小學要用的文具啊 怎麼會 然後調整做起 這樣子 你們真的也煩惱很久 我本來還一度想說 要把它 報名那種 一整天的假令 從早到晚 早上8點 送去 然後下午一點快接回來 哎呀就是小學先修 對 沒有 也是國民運動中心啊 我有給你看啊 他取了一個很帥的名字啊 像英雄慶典啊 他每天都排不一樣的活動 他有禁菜跟動菜也都幫你分開 他們的確是贏家人 沒有有時候不是不願意陪閃 是有時候真的 可是你再怎麼喜歡 你每天24小時 你那一起真的就相愛相殺 我懂 對啊 小朋友也難受啊 每天這20小時跟我快在家裡 他也不舒服啊 對不對 所以排一個戶外的課程 帶他去那邊上課 他的那個英雄慶典是說 也是 好像我看他的規劃也是這樣子 上午都是靜態活動 下午就是動態 上午他可能在室內 做什麼氣球 教學啊 折子啊 會畫啊 變魔術啊 然後下午就是會排 每天排不一樣的 我看很豐富 有籃球 也有足球 棒球 然後什麼兒童體能律動 然後什麼兒童體能律動 那我今天可以再給我一點點麵嗎 爸爸的喔 因為我沒有 好啊我給你啊 只是不是番茄肉香口味的 你的碗先過來嗎 你先中斷一下 還是你吃完再裝 嘴巴先裝 你回去我自己把它搬起來 我自己把它那個 我還有一點番茄肉香 要幫你攪拌去嗎 喔對啊 可以再攪拌一下 我能肚子餓 你剛剛說只有三個餓 其實還蠻餓的 會增加的啊 吃了 吃了開胃了 對不對 吃了一口 我就會 也去增加五個 很好啊 老朋友就是啊 我真的要多吃一口 那你有沒有吃了就增加 沒有 然後香香甜甜 白豆子 反正我現在安排好了 要嗎 之後是心裡比較踏實 要不然前幾天 我也很焦慮 我懂這個媽媽 留言媽媽的心情 我很焦慮 因為主要是我在帶 我老婆去上班 其實有時候啊 都真的 完全執政 完全負擔 都真的 上班有時候不見得不好 跟帶小孩比 上班有時候其實不用面對這些 不然你跟我換班啊 我請你去代課 我以前還說 以前我在上班的時候 我還一直說老婆在家裡 帶小孩好輕鬆 有沒有 有講過這種話嗎 老師你現在心裡想 你不敢當面跟我講 沒有 我會跟你講說 你可以做什麼 做什麼 我覺得你很閒 在家裡 帶小孩就是很閒 那時候我覺得都很閒 也不是覺得閒 就覺得說 其實他可以再做一個這個 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什麼 所以是我太急頓喔 反正重點是安排好而已 我安排好就是 靜態跟動態的活動 就覺得心裡有比較安心一點 你那時候也不用理解 為什麼要帶童彤坐 的時候上課 對 我想你跑那麼遠 外婆那時候還專門帶童彤 坐火車去別的外縣市上課 我真的是 再怎麼喜歡也很容易 就是 會很焦慮啊 我只能這樣講 焦慮是什麼 就是你 做也不是 站也不是 然後很容易脾氣不好 不知道要做什麼 做的不是 站的也不是 躺的不是啊 對 剛剛媽媽躺在家裡 然後沒有在動 然後呢 爸爸其實很關心媽媽 可是他又覺得我不動很煩 所以他後來有點不耐煩 大概是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哪有我不是在跟恐龍玩遊戲 我是叫你請來吃飯 我來跟恐龍說 讓你睡多睡久一點 差不多一點點 你這樣不夠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好久沒晚上吃燒肉 大家都說你變瘦 很多人都說你變瘦 體重沒有減輕 可是你懷孕的高速增強 這樣不代表 不就代表了變瘦吧 因為有一部分你的體重是小寶寶 小寶寶一直在長大 小寶寶一直在長大 小寶寶是大便 我都知道 不要吃飯都不要講這個那麼難聽 好啦 我就跟大家聊到這邊 我們繼續吃 拜拜 拜拜 今天聊比較久 拜拜 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快樂 大家拜拜